11月7日北京正式启动市供暖 全市区日锅炉房捧一点火事运行 12345市民服务热线也正式开始受理供热市运行投诉 今年96069供热服务热线服务范围扩展到14个区 作为这14个区的区级供热监督电话 如供热单位为及时处理或者小区没有点火事运行 可拨打市区供热服务监督电话进行投诉 指市城管委供热办副主任胡迪介绍 按照市供热工作的相关要求 市供暖期间各供热单位要在供热市运行期间 进行系统持续热态调试 解决系统循环不畅和管线冒泡滴漏的问题 早发现早处置把问题解决在正式供热之前 确保正式供热时居民家中采暖温度达到18摄氏度 胡迪表示为了方便居民报修供热期开始前 各供热单位应主动广泛宣传本单位24小时维修电话 提供服务区域内居民的知晓率 市供暖开始后居民要密切关注家中供暖设施状况 若家中出现暖气不热跑水漏水等情况 可直接不打小区供热单位服务电话报修解决